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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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PAO TORONTO 我現在身處冰天雪地的地方 當然不在香港 我來這裡做甚麼? 我亦不會來玩 來做甚麼?來試車 將會是一架很高性能的Hot Hatch 是甚麼呢? 全新的福士葛花路 一般来说是这些高性能Hot Edge 厂方都会安排在赛道或山路进行 跟别服事很别的开心面在冰湖安排 为了测试全新的Golf Bar 为了一套很先进的四驱系统 在雪地上我不敢说是如理平地 但一定会表现这套四驱系统的优点 在雪地上开车和干路真的很不同 首先就是路面完全没有抓地力 这件事已经变得很滑又很不同 其次就是视野四周都一天八目目 所以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眼睛要望得很远尤其是出弯位和入弯位 手一定要放在三点和九点位置 呈微曲的状态 某样的车出现任何走动的时候 你的手可以有尽快的反应去挽救 其次一个身体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的屁股 你的屁股最重要是坐得贴坐得紧 因为你的屁股就是最容易感受到 车身变化的一个部分 好好爱惜大家的屁股 拥有成三百匹的干化牛 但其实我们今次在雪地上 最多都是只开到二波三波 这部车加速是否很快 极速是否很厉害呢 真的要等到回到香港才知道 不过在雪地上 在这部车加速是否很快 这部车加速是否很快 这个车加速是否很快 这部车加速是否很快 现在还要加上新一代的4Motion 4G系统 更加感上添加 这部车加速是否很快 而我现在也要使用 这部车加速是否特别 尽量感受到游戏 我时來说 这部车车尾巴开始消失 这部车车车车车较 就会载的体感很强 我反了手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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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修正非常容易 透過油門角度的大小 轉向角度的大小 這輛車在雪地上 你猜不到這麼受控 我很欣賞 既有四驅車的穩定 亦有後驅車的操控順穩 非常好玩的一個Hot Hatch 當然在雪地上這麼滑的場地試車 始終有一定難度 有多厲害的高手 總會有失手 不過不要緊 失手衝出飽度 就撞入雪堆 撞得不深 幸好入球後 就有玩過 像現在一樣 吃完雪的 就走也走不走 那要做甚麼? 等夠兵夠了 拖出來遊玩過